好 来看第二个短片 之前我去全身练线当观众 我去的那些小伙我觉得都挺优秀的 有干冷酷的 有开烧烤店的 还有当舞蹈老师的 最后开冷酷的还牵手了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我来报了名 报名之后我觉得人家都那么优秀 我也没啥优势 想了好久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孝顺 而且我们家祖传都是孝顺 我妈很孝顺 我妈从农村的把老家城里来 那一栋是我家 那一栋是我儿旧家 那一栋是我老家 我们住宜很近 方便照顾老人 我以前的性格是可以三年不买新衣服 但是一定要买手机和电子商品 那时候三星和苹果手机出新款我就买 最疯狂的时候我穿了15个手机 买完iPhone宝还得买iPhoneX 还得黑白各买一个 还得送我猫 很疯狂 但是衣服不怎么买 就比如我身的那件已经穿了三年了 以前压力比较小 所以比较狂热电子产品 后来买了房子 就觉得应该涨钱了 我喜欢性格开朗的女孩 跟开朗爱说的女孩谈恋爱 我能更快地结婚了 来 10号 刘薇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好 你好 我叫刘薇 今年24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不喜欢老牛吃嫩草 儿子型的男友我不找 但是在我问你问题之前 我想问一下你 你觉得你是儿子型的吗 你这个问题也挺奇怪 我能说一下我没懂这个儿子型是啥意思吗 儿子型简单的来说就是妈宝男 姐宝男 那不可能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是自己一个人 我从小学就开始住校当兵 在南方工作 就一直都是我自己的处理事情 我妈是不会管 咱俩这样说 那个手机你去年的时候 你出了一个你没脸 那你说我要是买出了一个iPhone X 我买一个出了个iPhone XS 我买一个 我就不自己买 我也有挣钱这个能力 但我就让你买 你咋办呀 我现在也不是自己当初那么样了 就是无所谓了 也没有什么房贷车贷 都各种压力了 现在什么压力都有了 你要说手机 如果你正常没有损坏了 那咱自己一家人 正换手机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新款去追手机 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 那不对我就想换 你是就想让他给你买是吗 对我就要买 你想考验他什么 我就想要这个东西 那你爱不爱我 就是说得看你 包式 肯不肯为我花钱呢 对不对 好 包式 好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不重要 但是得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钱 连钱你都舍不得为我花 我怎么为你生孩子 怎么去照顾你的家庭 你我是不是结婚得照顾你爸你妈呀 对吧 我得上你家吧 我爸我妈 我不能说是每天都在一起吧 那你说我每天给你爸妈做饭 洗碗 做家务 那为啥你不能为我花点钱呢 虽然说我没说 就是说让你就是怎么怎么样 我就买个电话 就吃过电话 我就非得买 你为啥就不给我买呀 哎呀 你们还年轻啊 过来人哪 都能明白这个理 不管是iPhone 8还是iPhone X 对于过日子来说 那都白下 对咱老百姓过日子来说 甭管是8还是X 得看两口子这钱怎么花 而且啊 各位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如果真要是两个人结婚了 没有你爸你妈 我爸我妈 那是咱爸咱妈 如果真就是说 我伺候你爸你妈 我买个手机 你都不给我买吗 这样过日子 就不如不过了 他说如果就是为了赶时髦买手机 他说不好使 我还真就想给小伙点个赞 那是个好样的 8号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李嘉欣 你们可以叫我Molly 我22岁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You are my star in my heart 听rapper跟你讲情话 大家可以叫你什么 M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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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哥直白地翻译一下 如果用拼音的节奏 完全可以翻译成莫莉 好名字 好美的名字 人家说这姑娘叫Molly 然后这姑娘莫莉啊 莫莉 是8号莫莉啊 你听着好像瞬间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是发音不同嘛 如果在伦敦我们就Molly 是不是 那如果在长春我们就Molly啊 没毛病 好吧 来8号莫莉啊 想说点什么 小伙儿 其实我跟你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 我觉得结婚要趁晚 我觉得一定要享受青春 对 我觉得就在你50岁的时候 你在享受 你说你都蹦也蹦不动了 跑也跑不动了 你说有啥意思呀 八号莫莉 你希望你是多大结婚 我希望30 30吧 30岁在你这概念都已经是什么婚了 对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吧 只是我个人认为吧 你这结婚趁早 看来是把姑娘确实是吓着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 人就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 有什么想法呢 还有什么计划呢 就只是展现出来 意思给对方一个规划 给我自己一个定制的目标 所以啊 就是结婚不分晚于早 关键是看俩人处的 好不好 今天确实挺遗憾呐 小伙儿赶紧再找 谢谢王哥 谢谢艳姐 谢谢大家 原本兼许 加油 掌声做给小伙子 加油